今天我就来吃海鲜啦 10块钱一个的鲍鱼我买了10个 不知道你们那边这么大的鲍鱼要买多少钱呢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 把这上面的这些脏东西给它刷干净 像小水用牙刷这样子刷很容易就刷干净了 可是我们要一起放下去煮的 所以这个壳呢也要给它刷干净 刷成这样子就可以啦 表面刷洗干净了之后呢 再用清水多洗几遍 然后我们来准备一锅水 加入姜葱调到火煮开 煮开了之后转小火煮个5分钟 姜葱水煮好了关火 把鲍鱼倒进来 盖上盖子焖个5分钟 把鲍鱼焖熟 趁着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准备一根黄瓜 把头尾切去 然后用保鲜袋把它套起来 用刀给它稍微拌一边 拍扁了之后给它切成长段 切好了来腌个底位 加入盐 芝麻油 给它拌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随意铺在盘底 时间到了把鲍鱼捞出来 迅速过冰水 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让鲍鱼的肉吃起来更Q弹 完全冷却的鲍鱼呢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拿下来 然后把这一块内脏还有前面这个牙齿给它掰去 全部处理好了 我们再给它对半切开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Q 切好的鲍鱼呢 码在青瓜上面 然后再放上葱丝跟辣椒丝 再来泼上热油 淋上蒸鱼尺油就可以开吃啦 今天这道白酌鲍鱼呢 吃起来Q弹嫩滑又鲜美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